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新手學頻道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分享過的蒸海鮮 不過今天的主題就是日本蟹之戰 今天會蒸兩隻蟹 一隻是松葉蟹 一隻是花肇蟹 今天在街市買了兩隻日本蟹 一隻是松葉蟹 一隻是花肇蟹 兩隻蟹都差不多重 大約兩斤多 再買了少許海鮮 鮑魚和蝦 等下也會蒸 我們會蒸一隻松葉蟹 一隻松葉蟹上面包著什麼? 包著一些紫蘇葉 其實蒸蟹都會放一些紫蘇葉 因為蟹都比較寒涼 所以也可以放一些紫蘇葉 就會比較好 紫蘇葉可以在哪裡買 人們都不知道在哪裡買 其實藥房就不可以買 不是藥房 藥材袍 藥材袍就可以買了 蒸多久呢? 一隻蟹蒸20分鐘 這麼快就蒸好了一隻蟹 我們拿出來看看什麼環境 真是很熱 好 讓我先試一下拿出來 準備 1 2 3 一隻蟹 實手 再來一下就完成 嘩 這隻蟹蒸好了 嘩 是不是很漂亮呢? 接著就輪到這個 花少蟹 嘩 這隻蟹真是全身都是刺 看起來都挺有霸氣的 但我都要吃掉 我們會準備一鍋的滾水 然後就準備蒸這隻蟹 放進去的時間 有一點點鬧 因為這隻蟹還在動 因為我怕牠能夾到我 所以我就 跟牠在搏鬥 你看 鋼和腳都在動 這隻蟹都很沙漫 因為還沒死 好 我們先移回正的位置 接著我們再移回 腳的位置 因為把蟹都撐開了 所以我都不能蓋上蓋子 我們先把蟹攪拌 好 經過一輪搏鬥之後 我終於搞定那隻蟹 接著我們要把一些紫蘇葉 放進蟹底部的位置 我們會先鋪平 紫蘇葉 鋪好一點 再蓋上蓋子 好 好了 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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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子蓋子 30分鐘 這隻蟹 30分鐘就過了 我們就開蓋子 看看有什麼環境 1 2 3 開啊 嘩 爆了些東西出來 好 我們先清一下蟹 放進蟹裡 嘩 紫蘇葉也在這裡 這隻蟹也蒸好了 蟲葉蟹和花嘯蟹也蒸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老實說 這隻花嘯蟹真的很有型 整身都是似的 蒸好了出來之後 紅薄薄的 色素 但是呢 是天然的 紅薄薄的 這樣呢 我們就會把蟹腳 拿出來 這樣 剪 不剪 不剪 用手撕它 一下就剪斷了 這些 也不是難剪 也挺容易剪 這位置 那你只要對著關節位 用一點點力 就很容易剪掉 蟹腳 太鋼 這些位置 好像看起來也有很多肉 這些都 看起來也不錯 這隻蟹刀 都不錯 好 好了 放好蟹腳 然後放在蟹身上 就完成了 好 這隻就是花嘯蟹 這隻就是花嘯蟹 兩刀柱 這隻蟹蟹 蟹 蟹 我們也是 用手 把蟹腳 拍下來 都很容易拍的 也是 在那個 關節位置 一拍 就拍下去 也很方便 這隻蟹蟹 這些位置 你看 真的不困難 真的 只要用這隻手 拿著蟹腳 在那個位置 用你一拍 就拍掉 十分之容易 好 脫掉了 之後 就放在蟹身上 這個就是蟹蟹 這個就是蟹蟹 開蟹蓋 嘩 很多膏 你看 多漂亮 很多膏 不過我只顧著吃 忘記拍到他們的蟹肉 那些照片 但是呢 兩隻蟹都好吃 但是呢 我覺得花嘯蟹的蟹味 和肉味 比較出一點 比較濃一點 我覺得花嘯蟹 比蟹蟹更好吃 好了 到蒸鮑魚和蝦 鮑魚 買回來也是 這樣洗乾淨 那邊也是 你也可以在蟹蟹的蟹蟹 那邊 叫它湯 這樣就乾淨一點 那 湯完之後 回來 就散乾淨的蟹蟹 散得白白白白 然後就開始放進去蒸 其實蟹蟹也不用加任何的調味 就這樣 加一點果皮 就已經很好吃了 蒸氣時間 我們就放了些蟹蟹 然後就準備一些果皮 放上去鮑魚面上面 這樣就蒸了 這些果皮 又是 那些好東西 因為我媽媽做的 因為它平時也有曬開果皮 變了曬完果皮也會給我們用 這些果皮也挺香的 蒸的 拿來 然後 就把果皮分均勻 這裏多了 那裏就少了 不要緊 蓋了蓋 蓋了蓋之後 要蒸多久呢?大約蒸5分鐘 5分鐘就過了,然後把蔥花灑在鮑魚面上 灑均勻,有些綠綠的顏色會比較好 好,把蔥花灑好 蔥花灑好了,老婆說想要我烤焗它 不烤焗了,馬上吃吧,還烤什麼? 好,用筷子夾它,不用用筷子的,用手就行了 把鮑魚拿上碟就可以了 嘩,多漂亮,你看看鮑魚 鮑魚真棒,又便宜又漂亮又大隻 嘩,白雪雪又大隻 然後果皮香味又夠香 嘩,看見都流了口水,很想吃 看上去是不是很棒呢? 輪到蝦了,今次我們買了這些虎蝦 都幾大隻,這些虎蝦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就蒸了這些虎蝦 好,這些虎蝦也是一樣,嘩,整隻手掌這麼大隻 好,我們先把蝦倒進去 你了,倒進去 然後加一點蒜蓉就可以蒸 好,先把蒜蓉拿出來 先把蒜蓉灑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筷子,用手慢慢灑下去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蒜蓉灑平均,灑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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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ga required 就準備好它整 اور整長 step 裏 Ralph Ralph Le fill 蒸它多久呢? 我們準備用5分钟 這یا失常隔 camera 蝦也做好了 嘩!哇,那些蝦,很香 箴容味很小 嘩, hydrated face KYO 真的 sighting 老实说,其实蒸海鲜一点都不困难 而且蒸出来的海鲜也十分之好吃 我们只要注意两样东西 最重要是海鲜新鲜 第二,就是时间要掌握得好 其实中间也没有任何技术 海鲜买回来,就是要洗一下它 而且调味也不用太重 因为海鲜始终新鲜,就不用加太多调味 今天美中不足就是 蟹只给大家看制作过程 吃的过程有没有... 不记得了,因为太好吃了 吃到真的忘了拍片和拍照 大家不好意思,这里有 但是吃完之后 我觉得花绍蟹的蟹味会比较好 蟹味较浓一点,而且肉味较重一点 我也觉得花绍蟹会比较好吃 这些蝦都不错 这些虎虾蒸完之后 肉质都十分之大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 多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请订阅我 给个like我,介绍给朋友 还有在下面留言,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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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